市议员张炳君和助理专程带着刚蒸好出炉热腾腾 马上可以吃的粽子和冰凉的饮料 先送到中山区卫生所感谢卫生所人员的辛苦 他们是相当相当的辛苦 在基隆疫情这么严禁的时候 他们其实协助了很多的民众 不管是开居隔单的问题 或者是有相关疫情相关的问题 都是会麻烦到我们卫生所这边来去协助跟帮忙 那我们就是趁着端午假洗的时候 今天特别带上四季蛋糕的粽子 还有饮料还有坚果饮来慰绕他们 也跟他们说真辛苦了 因为他们的辛苦 其实我相信全基隆市民都看得到 你们真的辛苦了 暖心的举动也让收下粽子和饮料的护理长满心感动 也提醒民众只要有需要居隔单证明 中山区卫生所用写的也写给大家 这段期间真的是大家都非常的辛苦 尤其卫生所人力没有那么的多 然后这段期间议员 张比军议员也一直不断地来给我们支持跟鼓励 那也谢谢各方面的人士 我们原则上我们就是以服务民众为优先 如果有任何的需求 还是都可以来卫生所 我们现在鼓励说临贵办理任何的申请事项 如果是确诊者或者聚隔者都可以有问题 如果收不到聚隔数 一样都是在我们上班之间 我们都可以尽快地帮民众做服务 为什么会这么感动不是没有原因 新冠肺炎疫情今年爆发以来 不但民众和各行各业饱受疫情所苦 连带第一线面对民众的基隆市 七个区卫生所人员 同样饱受来自民众的各种防疫需求 和因为误会不理解 标骂各区卫生所人员的压力 因此端午节前夕市议员张比军 特地亲自带着热腾腾的粽子和冰凉的饮料 分两天送给七个区的卫生所人员享用 感谢大家 真的很让卫生所人员感动 刚刚收到那个专员特地送来 而且他不分区的送来 那个卫生所的那个粽子 而且都是热腾腾的 真的感觉很温暖 所以这一阵子以来 相信不管是卫生所还是民众 其实他们都很焦虑 他们的接触者通知单 或者是确诊通知数都没有收到 对 那卫生所的部分 以及不分假日晚上加班 都一直尽力 一直帮他们协助开立 对 那现在因为最近 已经健保快一通都可以自行下载 那鼓励民众的话 还是可以的话 就是从健保快一通去下载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再来卫生所来申请 来协助帮忙补发 一些民众呢 对我们的一些指教 因为我们都还是很尽力地协助他们 对 希望说能够让每个民众都能够满意 端午节前夕 我们来准备了热腾腾的粽子跟饮料 今天先送了我们七毒卫生所 中山卫生所 新衣卫生所 还有软软卫生所 因为我们都希望把热腾腾的粽子 能转交给我们的卫生所的同仁 让他们可以吃到好吃的粽子跟饮料 来让他们抚慰他们这样辛苦的心灵 那明天的话 我们还会在接下来送安乐 中正还有仁爱 因为我们都想要确保 他们可以拿到热腾腾的粽子 可以享用 张炳君进一步表示 在疫情下各区卫生所人员或是他们的家人也都传出染疫的情况 还得饱受各种压力继续服务市民朋友 因此端午节前夕特地轻送热腾腾的粽子和冰凉的饮料 聊表自己的感谢之意 记者吴俊松 记录报导